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国医改发展史上写下浓重一笔的福建三明 福建三明探索的三一联动两票制等举措 已经上升为国家医改的顶层方案 从国家当前力推三明医改可以看到 医改释放的改革逻辑 勾勒的改革路径已经非常清晰 按照腾空间调节构保衔接的路径 以降药价为突破口 同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 薪酬 医保支付等综合改革 2012年至今三明共经历了整治以赚钱为中心 推进以治病为中心 探索以健康为中心的三个医改阶段 通过医改 三明实现了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质 医生回归看病角色 药品回归治病功能 而随着改革逐渐进入到深水区 外界对三明医改的好奇从未停止 对此三明用切切实实的数据回答了所有的质疑 7月22号出版的2021年第15期 瞭望东方周刊展示了广州阻击德尔塔变异毒株的抗疫路线图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经表示 德尔塔变异毒株传染性非常强 按照系数测算 如果广州不采取措施 按模型算出来将有730万人感染 面对这一传播到全球近百个国家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 广州用精准防控击退了病毒的进攻 其背后体现的是有温度的城市精细治理能力 同时一个多月来从领导到老百姓 大家合力坚守奋战抗疫 辛苦地守护了广州这座城市 而应该看到的是 正是当地政府科学制定的三个层级的分类防控 给广州肢解了一张密集的防疫网 从而扭转了战局 让广州在这一轮的疫情当中 感谢观看